我們今天再來看另外一道題目 上禮拜是104 那今天請各位打開108那一題 所以待會請各位第一個 一樣先開啟108 那108這一題的話 主要是要你去寫一個99層發表 這個99層發表的話 當你把檔案打開之後的話 它這邊有個說明 這個說明的話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這個題目說明 什麼什麼小學老師想要以Excel 製作99層發表 讓學生背誦 那表裝之公式為上方列 上方列是什麼 上方列就上面這個1到9有沒有 上方列的背乘數 所以特別注意 1乘上1等於1 前面這個叫什麼 叫背乘數 後面這個叫乘數 所以背乘數乘上乘數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乘7 就是7 OK 所以就是背乘數乘上乘數等於7 OK 那我們要把這個公式分別完成 所以你打開範例檔的話 你可以看到只有上方的1到9 跟左邊的1到9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個公式完成 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 當然後面我們會希望衍生把它變成這個 VBA OK 那底下有相關說明 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它這個地方的第一個 在儲存格B4到J12 指的應該就是這個範圍B4 到J12 就是1乘1等於1 到9乘9等於81 就這個範圍 它說要做什麼呢 它說要做這件事 那其中的話呢 其實就是一個公式 顯示出來這樣子 那其中的這個乘號有沒有 它有 它不是用X 當然我們看起來很像 這個這個乘號有點像X 但是它這個實際上是一個特殊的字元 那如果你要這個字元的話 你可能要用X入字元裡面可以找到 然後填上它的代碼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並且把這個字放在它的中間 那後面這個是等號就不需要特別做了 那要怎麼樣 可以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 主要是希望能夠把這個公式完成之外 另外 我們還希望說用其他的方式 包含就是說其他的函數 或者是說 其他的那個 寫成VBA程式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第一件是 先幫我把這個題目先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要看一下 再來一樣吧 這個練習檔 把它先下載 開啟108的這一題 畫面先換給各位 那所以哦 剛剛有提到 有關就是每次上課的影片 都會貼在最新消息 然後好像這個Porto 我們這個Porto平台 好像也會轉信到各位的信箱 所以理論上應該你們也會看到 那我每次上課會把前一次上 就是今天上課的內容 一樣會做一個清單 所以上個禮拜教了什麼 其實就蠻清楚的 包含就是我們的題目 稍微解說 然後怎麼利用challgb做解答 然後制定格式 寫VBA的SAP程式 有沒有 然後再增加兩個按鈕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challgb做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計算上課人數 有沒有就是好像兩個頁面 那上面都還蠻清楚的 那你們底下就是一個播放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你把它點擊開來之後 就會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狀態 反正一樣 這個我想之前如果上過我的課 同學應該都蠻熟悉的 反正呢 你在手機上也可以看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搭車的時候 我發現你可以把它複習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麼認真 OK 還是說你們上車就開始追劇了 現在這個追劇平台太多了 有沒有 其實我自己也在追劇啦 不過也不是亂 就是反正就是稍微消遣一下 但是我覺得比重要稍微不能說只是追劇 偶爾要把心力放一點在課業上 OK 然後再來我們作業的部分 反正每一次一樣有做練習 就會有作業 所以各位要有一個就是準備啦 反正你就是記得你做完的東西 記得要存檔起來 而且喔 如果你有VBA程式的話 那記得Excel存檔的時候 一定要另存新檔 把它改成叫做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這個一定要做 如果你假設做錯了 你的VBA程式就會全部消失了 這個大概一些細節稍微說一下 那步驟大概都差不多啦 反正每一次我們都會找一個題目 那請各位把這個問題做解決 那解決的方法不外乎先從簡單的開始 所謂的簡單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從以色列裡面的公式開始下 下手有沒有 所以這個公式 假設我今天希望 像那個題目講的 在這個地方幫我產生99乘8表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那當然啦我們先不管那個 那個乘號用什麼 那個符號啦 我們馬上先用小寫的X代替好了 假設我們這個先不要管那個證照的題目好了 我們先自己做一遍看看 如果呢 我今天有個需求 所以待會請各位下載那個練習檔 然後開啟108 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個檔案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 這個是一個九乘法表的一個表格 然後呢 他已經幫我把這個被乘數有沒有 放在第三列 就是這個地方 1到9 這個就 它叫被乘數 所以 其實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前面那個叫被乘數 然後面的話 這個叫做乘數 OK 那要把兩個結果顯示在這個範圍之內 等於是B4到C12的這個範圍 所以 當然呢 我們以前的做法 第一個啦 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可以等於什麼 等於先打一個等號 那我的值就是這一個 先上面的這一個叫被乘數 然後再加上一個乘號 那乘號我們先用小寫X 所以你要再加一個字的話 就是and的符號 如果你要加一個什麼字 那字的話一定是前後雙以號 所以在一個前雙以號 然後裡面放一個小寫X 我們先用這個小寫X代替 然後再加一個後雙以號 然後再and什麼呢 and這個A4的位置 然後再加一個等號 所以and一個等於 所以在等號其實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記得前後要加上雙以號 然後再and兩個相乘 所以and這個乘上 乘的話是這個星號 乘這個 這個乘完就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 我們就有第一個公式出現了 那後面怎麼做 當然不是叫你用土法煉鋼 自己在慢慢打後面的公式 而是希望呢 你可以做一個公式之後 可以把它向下 向右一次完成 OK 那問題來了 那我們現在向下會不會成功了 向下 應該會失敗 為什麼會失敗呢 其實這個地方可能關係到一個 向下填滿的規則 各位應該知道 如果你假設你希望 由這個空點 這個叫空點 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幫你把這個公式 等於是向下複製的意思 但是複製的規則裡面 它會自動幫你把 只要是列號的地方 像B3的3 A4的4 有沒有 B3 A4 只要是後面這個叫列 數字的部分 它一律會幫你加1 那加1我看 向下拉 那為什麼出錯呢 向下有沒有 它變成B3 就變成B4 A4就變成A5 那有哪些地方不對 你可以推敲嗎 為什麼向下拉不會正確 那其實下一個公式應該是什麼 下一個公式應該是 B4那沒有錯 對不對 可是 A3 不是跟這樣 B4應該有加1OK 因為這個位置變了 可是A4的位置有沒有 A4的位置 等一下 我更正一下 應該是這個可以變了 所以應該是A4變A5OK 所以是A4變 但是B3變B4不OK 所以我們怎麼做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我不希望B3的3改變 所以我只要做一個動作 它就不會變了 還記得吧 鎖定符號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錢的符號 有沒有印象 因為如果假設 我不希望向下拉的時候 上面這個B3的位置改變 我不要讓它加1 那很簡單嘛 你就在B3 3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打個勾我看一下 打勾 有沒有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居然呢 1的部分 就OK了 但問題來了 第二個 我如果希望向右拉的時候 它能夠也得到一樣的結果 就是呢 不要出現錯誤的話 那一樣的道理 它為什麼出錯 我們分析一下 其實它會出錯的原因 你把它向右拉一個 我們一拉一個就好了 其實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你向右拉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規則 就是 它的 藍會加1 所以特別注意 你如果向右拉的話 只要你看到 所有的藍 就是 A B C D的部分 只要向右拉 B 就會自動加1藍 就變C A的話呢 就會變B OK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假設向右拉的時候 你不要自動幫我加1藍的話 應該怎麼做 我們看一下 其實你向右拉 到底哪邊出錯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上面這個 C3這個應該沒錯 主要錯應該是這個B4 你說B4在哪裡 B4在這個 B4 不對耶 應該你要是維持在A 為什麼 因為你後面這個指的就是 這個叫乘數的位置 那你向右拉的時候 它自動幫你加1藍 所以有個方法 很簡單 就是呢 如果假設 你不希望向右拉的時候 幫你自動加1藍的話 也是一樣 你在A的前面有沒有 加個錢的符號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只要在A的前面 加個錢的符號 這樣子 理論上 我們就完成這個公式了 試試看 打個口看看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難 但是其實 這個都充滿著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鎖定的規則的話 我相信你以後要快速產生一個表格 應該會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像右拉看看 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 但是就完成了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OK 所以特別注意 我主要是先第一步 先把公式打出來 B3乘上A4 等於相乘的結果 然後為了不讓它向下拉的時候 這個上方的位置改變 所以我在3 記得喔 向下拉 它只會改變列喔 所以你在B3的3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就讓它不要加1 OK 然後再來的話 向右拉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它會把你的A藍變B藍 可是我A藍永遠要固定 那我就把A藍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樣就OK了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